你走 日进斗金 江湖的穿搭分享天使 穿上我的小帽衫 好 穿上我的外套 是不是四层相识 江湖 给我笑 这个头太小了 太小了 太小了 然后还有一双鞋 一双鞋 然后下一套 这个 应该是三十 等我安等好了 我就回来看你们 请带我吃饭 好吧 这种浓面要特别特别棒 刚刚还有一套这个 这个外套很简单 很硬挺的那种剪裁 你瞅着这种不暗 不只是那种灯芯绒的 然后特别软糊 这是日进斗金的系列 江湖希望日进斗金 就只想把藤月发展起来 给藤月找一个合适的设计师 然后还有这一套 江湖到方圆商帽 走上走 引方走 跟藤月合作 里面的帽衫不是这一件 但是也是一个白色的帽衫 因为它有帽衫 我发完起来会显得人更精神 这件黑色的这件毛衣 我特别喜欢 这是一个帽衫毛衣 它还有一个同款 这个凯西色的 这件是江湖到许思家 那天是被杨坚打了 我不想他在那儿跟他撒娇 说让他不许走 它很贴身 非常的修身 它这个袖子长长的 这边有个洞 手指可以从这穿出来 显得手特别的修长 这件外套是我在国外买的 已经很多年了 特别喜欢他 它这个茉莉 我觉得质感特别好 绿色质感真的特别好 它是这种 然后配了一双小红鞋 配的是这双小红鞋 墨绿色跟这个酒红色配起来 特别的有质感 毛衣 豆沙西瓜红 很好看 它有一些这种 民族图案的这种古丁 这个是江湖在工厂的时候 会穿的 这个颜色很舒服 要搭一个稍微淡一点的裤子 这一件非常普通的毛衣 但是它很好穿 我的目标是两万双 这样不行 我得想办法 这一套是江湖处理刘军那场穿的 刘军不是从肠里头摸着 顺着点东西走吗 然后江湖和杨简他们很小五 他们几个 在保安室那递他的那一套 这套也是很舒服 很适合平时穿 然后它搭这个白色的帽衫在里边 整个就显得亮起来 就很干净 这个牛仔布呢 它还蛮厚的 很适合冬天穿 那里边是这种杂棉的 嗯 后面还有一个叫 这种大刺绣的这种图案 这种抓绒的外套 这颜色搭的特别好 我觉得色系搭的很漂亮 然后它也很厚 冬天穿着舒淡 它的版型也很好啊 袖子这个地方够抛 哎呦 这到饭点了 你饿不饿 我带你去吃我们食堂吧 这一件是许司和江湖 在国际吃完饭 然后他们在上面 两个戴着头盔 飞驰在夜色中 那场拍的特别美 给导演爱这 缺了一个帽衫 就缺很多哈 那个帽衫是那种 嗯 那种浅色色的 那种浅色的帽衫 真的没带着 放到别的屋去 然后还有一件这个 这个里边搭的 应该是一件 点茶色的外套 也有应该我们这间 绿斯灰蕾蕾蕾那個 永远能有津肯 今 hij帮我很多 出去玩了啊 入山啊 或者是交游啊 什么的 就特别适合了 这个是好去医院里面偷看高一 然后还被徐司抓个正着 是这条裤子 大羽绒服就是对面 特别适合冬天穿 再换一套什么呢 再换一套这个 这件也超舒服 这里面是加绒的 然后 然后裤子配的是这条 咖啡色的 特别舒服这里面还是加绒的 没暖和 但是配的是这双鞋 特别好穿 它还有点蹬高 现在真的 可以脚长 手脚的 所以呢 不要再配一个小鞋 配一个大一点的鞋 露出小脖子 然后外套是 这一件 外套是这一件 我的一件鼓竹 很有一些粮分 这色系统起来就会有点酷 您这是要走运了呀 不是什么人都弄踩着狗屎了 怎么怎么动都行 里面还可以加装裤 我当时穿了两条装裤在里面 然后一点都不冷 还有这一件 这一件大家猜是哪一场 想啥呢您 被自己摔晕了 别舒服 卫衣的话我都会喜欢买大马 我都买了 所以你看我家很多很多的卫衣 那边全都是卫衣 全都是我的帽啥 比较舒服嘛 因为冬天都已经很冷了 就真的就不想打扮了 不想穿需要我注意形象的衣服 这件呢 那我先穿上 雷根蒜绒衫那一场 然后穿的这件黄帽衫呢 己所不欲物事于人 就这样扎了一下 哎呦我怎么不气死你呢 我们现在合作的这么好 对吧 吃酱冰 啊 还有这一件 这件也是这种绿色的这种卫衣 奶奶的这种草绿色 配一个奶白色的衣服外套 哦哦哦对对对对 忘了你害怕了 哎 还有 还有这个 这件帽衫 显粉色然后配灰色 还有我的帽子 这是我老戴的一个帽子 因为它是灰色的嘛 我有能力把藤月做好 也有能力在一年之后 偿还房租 嗯 就是这个 我在里面是当家居服穿的 因为它这个图案它是一套的嘛 就有点像睡衣 车出去也可以啊 所以你喜欢 这件外套江湖那个知道藤月出事了 或许似水的那一场啊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腰带 穿的是一个黑靴子 这一件是江湖到了布云霞之后 这厂长已经把布云霞交给江湖管了 所以大小也是一个小老板 也是一个CEO 所以就穿的正式一点了 这个是 它代表布云霞去面试的时候 然后底下应该在这边的一个小小的靴 中心浓的这种西装外套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像现代系这种 我每部系其实都有一个习惯 就是把我所有这部系 会用到的衣服的单品 印成照片贴在这种文件夹里 这是江湖的服装本 我拿到通告的第一时间 我就会根据每一场搭配一身 就适合这一场 适合这一场次 这个环境 还有它的情节需求的 这个后边还有我的各种接戏照 这个医院打电梯那一场 应该是老板踩狗屎了 还是哪一场 然后这是骑小便驴那一场 就是碰层那一场 这个是带着腾月的工人们拍工作照的那一场 这还有这是修音箱的吧 跟舅舅唱双簧演戏那一场 意念吻那一场 还有这个去监政房找徐司 这是跳广场舞 这是跳舞那一场 这是卖鞋的那一场 它属于江湖的这个回忆 一夜一夜的封存起来 江湖唐月时期的休闲生活穿搭分享 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